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真观点 我是真飞 美东时间周四的晚上 川普和拜登将迎来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首场辩论 这场辩论看什么 可能会出现什么样戏剧性的意外呢 川普和拜登可能会受到哪些方面的拷问 又会如何影响选情选战呢 今天我们来掐指一算 为大家明天观战打个基础 编论时间在美东时间27号的晚上9点钟 是台湾28号的上午9点 在CNN位于乔州亚特兰大的演播厅内举行 历时90分钟 没有开场白 主持人会提问 双方交替发言 一位候选人在发言的时候 对方的麦克风会被禁音 也就是不能够打断和干扰 那时间一到 发言方的麦克风也会被消音 也就是不能超时 届时演播厅内将没有观众 通过抛硬币 那获胜的拜登是选择了 要站在观众视角的右边这个讲台 而川普选择在节变的时候最后发言 辩论时 双方的讲台上 都不允许有任何的道具和事先准备好的笔记 每个候选人都只有一支笔一张纸和一瓶水 这场辩论看什么 对于川普而言呢 在于性格 看他能否克制 对于拜登而言 在于年龄 看他能否胜任另一个四年 我们都知道川普一直以来都是强人政治形象 他敢言有的时候是口无遮拦 他自信有的时候是自大 他坚韧又有勇气 敢于挑战建制派 这官司也打不倒他 他是一个大不同于根植于人们印象当中的那种传统 温和 左右逢源 八面玲珑的政治人物形象 也是这样的锋芒毕露 放荡不羁的性格 给他是招致了很多麻烦 导致一些选民也根本没有办法接受他 在我看来 这里其实有一个表面文明造成的屏障 一位温和 友好 风度翩翩 谁都不轻易得罪的政客 会受到更大范围的人们的喜欢 就好像一位温和有理 干净整洁的男士 会比满嘴抱粗口 拉里拉他的地痞 更让人愿意亲近吧 尽管大部分政客的所谓友好 可能往往都只是表面上的 但是这也丝毫不影响这种表面形象 对于一个政客政治生涯当中的重要性 就像简中圈里常说的这个人设了 人设立的好 与政客而言呢 尤其重要 当然 我也并不是说人设和表面的形象就不重要 只是当这些表面的文明被过分看中的话 往往人们就会容易忽略到更深处的本质 忽视这个政客实际所做出的政绩 那川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的政绩强大而有力 但是他的形象嘛 粗糙甚至糟糕 如果在与拜登的首场辩论当中 他能保持克制 留意用词 将内容围绕在拜登任期内的失误 比如说像移民政策 比如经济问题 通胀问题等等这些显而易见 又容易与选民引起共鸣的话题之上 他就向人们展示了2024年度回归的川普 将会是一个全新的川普 不同于2020年时的他 那反观拜登 人们心照不炫的担忧 就是他的老年痴呆的问题 他会不会在辩论的时候突然之间出现短暂的失忆 失神 想不起记不清自己身在何处 并且会不会出现词不达意等等的这些现象 就决定了人们对于他80多岁的这个年龄 到底还能不能够胜任另一个四年总统任期的判断了 90分钟的辩论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拜登只要出现一处疑似的 只要是疑似的这一类的问题 那就是灾难性的 所以从双方各自不同的致命伤的这个层面 川普的预期是如何做得更好 而拜登的预期是千万不要失误 换言之这一项PK 拜登的门槛要比川普更高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川普依旧是大嘴巴 强势好斗 那不喜欢他的人依旧是不会喜欢 而喜欢他的人呢 其实早已经习惯了 这就是他 但是一旦拜登在辩论台上出现失忆 那喜欢他的人可能不得不要面对 拜登究竟能不能胜任下一届总统的事实了 因为在这么重要的场合他都失忆了 这当然也是为什么川普呼吁要药物检查 当然呢 这也不会发生 这是从整体上判断拜登和川普辩论 殊胜殊败的我认为的关键指标之一 一些可能出现的戏剧性的画面嘛 那除了拜登的痴呆之外呢 我怀疑更多的意外会落在川普的身上 主要是因为这场由CNN主办的辩论 对于川普呢 并不是那么的友好 在两天前的一次采访当中 川普抱怨 说这场辩论呢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没有观众 他说 他们知道我喜欢观众的 主持人呢 他也不喜欢 都是此前啊 跟他有过节的人 他称其中一位主持人为Fake Tapper 这个画面的由来呢 我们很快就会讲到 他说CNN啊 就是用这样一个他不能接受的辩论的设定 来邀请我 CNN认为川普肯定是会say no的 那这样的话呢 媒体就又可以大做文章 说川普不敢与拜登辩论了 所以呢 他别无选择 只能答应 他也必须得答应 另外一个方面 刚刚我们说到主持人 川普也不喜欢 不只不喜欢 还是他经常骂的呢 主持辩论的两位 一位呢 叫做 Jake Tapper 一位叫做Dana Bush Jake Tapper 一直以来呢 都被川普称为Fake Tapper 把他名字的首字母 Jake的J 改成了Fake的F 也是不得不佩服川普的创造力了 这读起来呢 还有点上口 Jake Fake Jake Fake 那么川普为什么不喜欢他呢 因为Jake曾经呢 要求CNN 切断过川普的正面报道的影像 在今年川普77岁生日的前夕呢 他是去到了迈阿密的一个知名的咖啡馆 当时CNN呢 正在转播这一段影像 画面里啊 川普受到了人们的热情欢迎 还给他唱生日歌 预祝他生日快乐 结果Jake Tapper 在直播当中就说 我不想再看到这些画面了 川普在利用这些变成他的一个竞选广告 够了 我们已经看到了 然后呢 他就要求制片人切断这些画面 那很快这个举动呢 是不能够逃过川普的声讨的 很快川普就在他的Truth Social上面控诉Tapper了 说这个Fake Tapper决定切断影像是因为人们对川普的热情 简直太高了 这也许是一个很好的解释 那就是为什么CNN的收视率如此之低了 还有一次 也是CNN在接连报道了几个月 川普的负面新闻之后呢 是拒绝了报道川普在集会上的演讲 川普也是控诉不已 说指不定啊 就是那个Fake Tapper要求关掉播放我的演讲 所以呢 这两个小的例子 足以展现Jack Tapper和川普这两人之间互不待见 川普直到最近的采访当中 还一直都称Jack Tapper为Fake Tapper 不知道 这明天辩论的时候 他看着主持人Jack Tapper会怎么称呼呢 会说 哎 Jake 你好你好 还是不小心 哎 Fake 你好你好 还有CNN呢 已经透露了 两位主持人会问到2020年总统大选的事情 那基本就是针对川普来的了 为什么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 还一直公开坚称那届的选举有欺诈行为 这个问题就要看川普怎么回答咯 如果他依旧像往常一样 正义凛然的坚持说到 哎 如何如何就是欺诈呀 那估计就中了圈套了 最好他是能够圆滑的避过 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嘛 可以期待一下 还有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呢 就包括川普身背的官司 这对川普和拜登来说呢 都会是个考题 至于拜登嘛 他需要小心谨慎的去谈到这些话题 不能够给外界一种 他参与其中的迹象 知道太多 甚至开始评论就有嫌疑 而川普呢 他在如何去面对相关问题的时候 同时拉选民 其实也是大有智慧的 如果他阐述的好 这就是个可以对更广泛的选民 去解释官司疑点的绝好的机会了 比如说 他可以将自己面对的不公正的审判 和他在任期签署的第一部法案联系起来 2018年的时候呢 川普签过一项 只在缩短过长时间的联邦监禁刑期的法案 他就可以这样说 哎 我知道 现在的美国司法系统 并不是对所有人都公平公正的 然后呢 就可以开始拉拢少数族裔 尤其是黑人男性群体 可以说 但是这就是我在任期内 通过第一部法案的原因 多年来 司法系统一直在不公平的 对待少数族裔和黑人社区 你看 这就既体面的暗示了他自己所受到的不公 又起到了拉拢摇摆选民的作用 类似的争议性的问题 如果川普能够以平和和以拉拢选民为导向的 去做解释的话 而不是去走向控诉不公 控诉受到政治压迫 或所谓这个怨夫的这一条路上去的话呢 川普就可以把重点集中在对比他的政绩的成功 和拜登的执政的失败这个焦点之上 反之 如果他不这样做 他就很容易会落到圈套当中 在全国观众面前呢 去身体力行的 证实拜登团队对他的一些指控 再来说说 这场辩论对选情可能的影响 在分析这个之前呢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电视辩论这种形式 对于当今新时代总统选举模式的塑造 在1950年的时候 电视开始广泛的出现在了美国家庭之中 那么在这个旧新的根体之间 因为之前是广播时代嘛 那新就是电视时代 这期间呢 是经历了两届的美国总统选举 第一次是1952年的Republican的 埃森豪威尔总统 和另外一位不太知名的民主党候选人 Steven 那埃森豪威尔是20年来 赢下总统选举的第一位共和党人 而他之所以能够赢下选举 和他的竞选团队当时对电视崛起的善用 是非常相关的 一个至今都非常有名的 I like Ike竞选广告呢 当时是走进了千家万户的电视里面 那在这之后的一届 就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进行 总统电视辩论的尼克松和肯尼迪了 70年前的那场辩论的形式 和明天我们即将看到的辩论 几乎是一样的 也是现场没有观众 一方说话的时候呢 另外一方要避麦 而当年的那场辩论 非常的有意思 肯尼迪我们都知道 风度翩翩 沉着冷静 谈笑风生 而尼克松呢 本来在那期间呢 他就病了 而在辩论之前 他也没有做充分的准备 所以辩论期间啊 他是在不停的出汗 频频擦汗 并且呢 因为生病而脸色昌白 这两个人呢 在电视上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观看电视辩论的观众 毫无疑问的 认为肯尼迪 在这场辩论当中 是大获全胜了 但是没有观看电视 而是用收音机收听了那场辩论的听众们 却普遍认识 是尼克松赢到了辩论 这就很有意思 为什么同样一场辩论 同样的内容 电视观众和广播观众 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别呢 原因之一呢 就是电视对于表面形象 这个表面形象呢 其实不只是指着装这些外表 还包括了言语啊 肢体语言啊 谈吐表情啊 动作等等 所有的这些表面因素 所构成的一个整体的表面观感 电视对于这种表面观感的塑造 是无与伦比的 而且呢 它会强化和放大这种表面形象 那相对的 辩论的内容 可能就会被轻视 所以就有人说了 其实是电视 开创了当今表演政治的先河 因为电视的普及 政治呢 开始失去了它的真实性 表演艺术的成分呢 在变大 政治因此也变得虚假了 朋友们 你们赞同这种说法吗 如果赞同的话呢 在留言栏给我打个一 如果不赞同的话呢 打个二 但当时的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呢 并不像今天这样严重分化 对了 找个时间呢 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 美国的政治 是如何变成今天这样 polarized分化的 这呢 是我之前在一堂 与美国政治有关的课上的论文 在1950年代的时候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治理念 深度重叠 那后来又是怎样 一步一步的演变成了 今天这样严重分化的情况的呢 其中主导的因素是什么 朋友们感兴趣吗 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留言告诉我 我呢 赶紧安排上 话再说回来 当时美国政治环境 其实并不分化 所以政治意识形态 对于两党确定基本盘 并不如今天这样关键 那么候选人 在电视辩论上的表现 相对的来说 对选举结果的影响 是胜过今天的 但是今天的美国 政治分化非常严重 无论川普和拜登表现如何 对于分化的选民来说 影响都不会太大 能够影响的只是那些 不因为意识形态 而投票的中间选民 所以从一定的角度上来说 川普和拜登的辩论表现 会多大程度的影响选战 我觉得呢 除非任一方有重大的失误 否则除了给媒体 多增添些笑料之外 可能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不管怎么样 这是一场值得期待的辩论 四年前对战的两位老人 时隔四年再次同台对立 不知道这是意外会更多呢 还是惊喜会更多呢 很快就要揭晓了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议 好了 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吧 今天呢有点忙 节目稍微短一点 请朋友们多多包涵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了 那我们下期节目又再会了 对了 离开之前别忘了给我点赞哦 亲朋友欢迎您订阅真观点 我是真飞 那我们很快又再会 别忘了 bark 好